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莉絲 有大陸金融改革開放風向求知稱的 陸家咀論壇 今年年會日前在上海落幕 論壇內容幾乎都是圍繞在金融開放這四個字 有評論認為 可以感受到大陸政府推動金融改革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的決心 可以預見大陸金融市場將會非常熱鬧 吸引更多外部資金投入 台灣旺報發表評論文章 指出在疫情未明 而且貿易戰家劇之際 北京這番大動作 不單止證明大陸 不會跟著當前亦全球化趨勢起舞 亦都不會因為特朗普種種挑釁行為 就閉關自鎖 反而會以更開放的心態 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 這樣背後多少已未住北京 打算藉著由擴大市場開放 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削弱美元國際地位的決心 文章指出 市場開放對大陸 這類仍然高速成長的經濟體好處多多 一方面可以有效吸引資金進駐 提供經濟成長的柴火 另一方面可以引入外部技術 帶動產業和企業的升級轉型 評論認為金融開放是正確的方向 就現實環境來看 不單止有助回應外界的期待 亦都有利於吸引更多外資進入 帶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無疑是大陸應對當時危機的最佳良方 面對美國經濟虛弱的百年變局 大陸如果想搶佔先機 必須跟著外在情勢而改變 開放市場是轉型的唯一路徑 內地華東一帶受到大雨影響 多個省市民眾都需要撤離避開洪水 與此同時山西省陽泉市日潛突然天降暴雨 幾十個本來在圖書館的民眾向保安表示 希望能夠留在身內避雨 反而被保安以閉館為由驅趕 究竟圖書館應不應該被民眾避雨呢? 一齊來看看 事件曝光後 讓全市圖書館就事件回應說 保安對管外落雨的情況所採取的措施不當 將會加強對相關人員管理及教育 北京青年報評論文章說 按照規則 批館原本沒有錯 但應實現制度剛性及人民關懷的平衡 圖書館保安缺乏感同身受 换衛思考的能力 作為圖書館 應能夠體諒讀者 做到想讀者所想 急讀者所急 對待陌生人的態度 衡量著城市文明的高度 書籍為讀者提供精神食量 圖書館也應是一個有品位有格調的地方 保安的做法 不單沒有令讀者感受到人性友善 亦都沒有令市民感受到規則的溫度 驅港避雨的讀者 圖書館失去了應有的體面 無論是開放室內空間給讀者避雨 或是為讀者提供一把傘 給讀者在圖書館有更好的體驗 才能夠進一步提升他們閱讀的熱情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收聽